小丑啊 而且最主要的是 他还长得挺像小丑的 是 打ADG的传统 就是要班瑞文 这个选手后面站的也是他们下周要上的辅助 对 这个是原来TNT的辅助纯白 所以说他在下一周大家都会 看到他的 他的风采 现在ADG他的中单选手是有了一个更换 所以说DK他在班人上就会 多了一个班位 并不用去考虑班一下卡特琳娜 这卡特琳娜 这个英雄就 线上比较弱 但是他如果打起团来 就是切入战场的时机非常好的话 真的是伤害爆炸 还有一个小法师也是被班 你知道吗 就是传统公司他好像说 有一个安排就是要修改一下小法师 修改啊 他把Q技能改成了 那个非指向型的一个技能 就是游戏可以弹二 至少就有点像那个女枪的Q 然后他一技能有一个0.75的延迟 而且我听说要把小法师 他的一技能就延迟 然后他的介绍说是要给 操作者 一点操作空间 但是我没有听懂这句话 我没有听懂这句话 我看了半天我没有都没有看懂这句话 什么意思 一抢是抢了一个现在比较火的暴女 ADG这边也是班人比较针对吧 应该是觉得DK他们上单会比较强 然后三个点都是可以用来上路的 南博 虚空行者加上冰霜女巫 小鱼人 小鱼人在改版之后真的很少上了 就是在上周LPL的赛场上 IG的那个中单用了一场 然后他用了一场之后就 大家都开始攻心斗 就猜测他们队伍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 你说到这个又扯到敏感话题了对不对 对 先心疼一下我打叠太在说 真的心疼打叠 而且那场好像也是我们一起解说的吧 对啊 主要是之前跟55开去解说的时候 55开把这个东西挑明了 然后大家心里面就 我们看看我们就看看不说话 好他们最后是确定的是黄子佳挖掘机 黄子佳挖掘机 这样就是摆明了要用黄子去上单 然后挖掘机去做一个打 其实挖掘机在刚开始出现这个英雄的时候 我见过很多人都用他去上单 上单还好他支援 你说在经济的话支援很快 对 我们看一下刚刚是DK战队他们下路是直接亮出了他们的组合 风女加上蓝枪 这个组合在打线上的时候是非常凶的 对 现在的话好像就飞机南枪上场率特别高 对 因为像其他的ADC队会一定的削弱 小炮改了以后就没上过场了 真的是没有上过场 直接坐上冷板凳 对 就现在感觉拳头公司给人感觉什么英雄抢我就削 然后顺便的要把刀妹再给削一下 刀妹要重做了 重做了 对要重做了 就已经没有办法削了 好看一下刚刚在选择英雄上ADC他的中单是选择了一个狐狸 ADC是选择了一个飞机 现在就看DK用什么中单来打狐狸 而且DK战队他们的暴女应该会是用来去打一个打野的存在 莫甘娜 诶 莫甘娜上单吗 莫甘娜中单 中单 对因为蓝茶有用过莫甘娜中单 反正蓝茶就很刷嘛 他没关系他用或者是用那个泽拉斯 黄金被搬了嘛 泽拉斯莫甘娜就是他之前用的嘛 对但是莫甘娜这个英雄我真的不太推荐他用来打中单 而且对面对头的是一个狐狸 你想一下狐狸他的三段位移 你莫甘娜的大招完全是被我克制 而且莫甘娜他在打团之前非常吃他Q技能的释放准确度 我们看现在对面的这个ADG他的阵容 现在他如果确定布隆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挺克制对面的 因为一个飞机是有位移 阿里是有位移 娃拉绝肌和皇子都是有位移的 就完全克制了莫甘娜 莫甘娜他这个点我觉得有待商讨吧 嗯说起来的话DK也就是下路比较好打 因为下路的话本身男枪打飞机 他们这个组合选起来就算一个线上就 完全给你打线上就线上非常强 对 莫甘娜的话就推线 只要推线就好 嗯可能考虑到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 你觉得如果说拿泽拉斯和莫甘娜哪个会好一点 我觉得肯定泽拉斯好一点啊 因为你想一下对面这个阵容 你拿莫甘娜你的大招就基本上 除非你的团战快打完的时候 你再选择一个闪现大招就切入 吓一跳 吓一跳 我刚看到莫甘娜是去了打野的位置 嗯 好的那么现在的话也是 两边的阵容是已经确立下来 看起来好像ADT的阵容是更加的 偏向于整个打团啊 嗯 整个点都是比较好一点 崩女在的话整个也比较克制 对 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游戏当中 那么本场的话也是由DK对准ADG的第一场 那么位于蓝色方的是DK 位于红色方的是ADG 现在双方出门看一下DK这边选的是一个莫甘娜中单 然后一个风女辅助加上蓝枪打一个下路 打野的话是一个暴女上路是一个大树 反观ADG这边是很早就确认了一个皇子上单 然后挖掘机打野这样的一个套路 对 皇子现在胜率慢慢变低了 对 尤其是打野作为打野的点来说的话 因为感觉皇子这个英雄在刚开始的时候 特别强 特别强 因为大家都可能找不到太好的针对他的点 但好像他马上也要被削了 就是他的E的技能就不会对自己 有一个加护甲的效果 现在还是会给自己有一个加护甲的效果 其实双方的下路按现在这样看来的话 我觉得在前期的话 还是DK他们会占一点的小的优势 但等到双方都六级 我们看ADG这边一个安妮加上飞机这样一个超强爆发 可以瞬间就秒掉对面的辅助 是 那如果DK在前期线上拿不到优势的话 我觉得可能后面就会很难打 对 主要还是看一下双方对线上的基本功了吧 好 现在看一下暴女这边是想要帮一下忙吗 因为现在如果 有些暴女就会帮忙下路打那个石头人 就是他会放很多夹子 学学W 然后自己去开buff 对 因为现在暴女这个英雄他自己 作为一个打野非常速度快的英雄 而且他在二级的时候是一个能够给自己加血的 所以他一般都会让他们的ADC和辅助 去选择打一个石头人再上线 然后他自己应该不太需要别人帮 我看 他学的Q 嗯 学的Q 他要自己是 这样的话我们是看到 刚刚的ADC这边的下路主 好像是把他们 蓝buff的两个小怪给清了吧 对 因为画面没有调过去没有看太清楚 看这个血线和这个蓝量来说的话 应该是把小怪给清了 因为现在小怪的经验比以前要多 对 现在小怪的经验都有一个完美的提升 而且现在打野的话不管是打F43能 还是石头人都能够稳定到二级 下路在对线 在吃掉蓝buff的两个小怪之后 飞机是先到达了二级 可以安妮身上有个晕一个晕 Q过去配合ADC的一个Q 直接把对面打残啊 逼迫了一个点燃 但是这波抢二的一个消耗是打得非常的 对 本来说飞机是不好打男枪的 结果这个先二的时机也是 对他们线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很大的帮助吧 而且我觉得刚刚在下路 他们的打野让下路帮他们打的话 这个点我还是觉得很不好 因为像暴女这个英雄 他一直学一个W 他自己亲眼速度本来就非常的快 为什么还要一个让下路组合 明显有优势的组合 帮他们打 就很拖节奏 嗯 想的是更快的去发育吧 其实暴女就有点像 就是 现在暴女的话 还是如果说发育好的话 就会比中单的一个 伤害还会高一点 而且我们看现在他们中单身 跟莫甘娜 其实莫甘娜在中期打团的时候 他的Q如果没有能够 Q到对面的英雄的话 他能够造成的伤害真的是微乎其微 而且到 尤其到后期的时候 因为莫甘娜的话 到后面会比较偏乏力一些 对 他最强势的时候 应该就是在中期打小龙团的时候 他们如果能够 按他们现在的这个阵容 能够提前把视野做好 然后他用他的Q来做一个埋伏 或者说做一个先手 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们看到ADG这边他们的阵容 我觉得 他们这个阵容就是比较克制对面莫甘娜吧 四个点 五个点 四个点都有位移 很像DK的话 以前上单Limit 会选择一些比较刚一点的上单 然后 因为打DK 有很多队伍都会比较针对上单 后面他就学乖了 现在都选数 就是聪明的 知道你们针对我 然后我自己选一个热一点的 就发育嘛 这样的话 对DK的其他的carry点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了 因为这局就需要他们去 有一个很够的伤害才行 对 看一下现在比赛已经快到五分钟 双方还是没有 有要爆发出一血的 我们看暴女她现在是在 回城之后应该是买了眼 然后现在已经入侵到对面的野区了 现在暴女在前面入侵野区真的是非常强 因为她前天伤害太高了 而且很灵活 她一个Q刻到别人身上 一个WEQ 就直接把别人打残 甚至打掉四分之三的血都有可能 看一下中路这边 莫甘娜是依靠了一个强大的压制能力 是把兵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且把对面的阿里是已经消耗的残 暴女来了上路 应该是有机会吗 要上了 大树一个W直接狂住 但是一个Q空了 但是这个位置 黄子的EQ应该是没有好 好掉了之后 应该加上一个散线 能够直接逃生 她只要能躲开暴女的Q 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大碍 因为你说暴女打野的话 她唯一就是缺了一点点空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看到暴女出现在上路 直接选择开小龙 而且在单挑小龙的话 下路应该是把兵线给推过去 她现在单挑小龙 需要再打小龙 就是少一些血的时候 再呼叫人来帮忙 对 她其实自己单挑的话 感觉也能够单挑到 因为她回速比较快 看一下暴女这边 是并没有察觉 中路是要过来放一个眼吗 选择回城 好这样的话 是在将近六分钟的时候 ADG的打野是自己成功的 一个人偷掉了小龙 我现在特别害怕就是我们说话 后面会听到 因为我刚好听到后面有说 对 好像说我们在解说台上 如果声音太大的话 会听到 下面的选手 会听到我们 遇见 就像刚刚我 我把小龙的时间都已经爆出来了 等下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要用一些暗语来说 会比较好一点 好 而且昨天好像 对 上路是EQ打 EQ 上路这个两个英雄 在前期的话 前中期其实大树都会比较占一个优势 黄子小的是 刚好有兵线 因为刚刚有三个小兵在 这波换血 结果她还是亏了 看下路又打起来了 一个虚弱给飞机点上 飞机跟W直接逃生 因为刚刚安妮应该是没有晕到 或者提前晕到了 而且这种硬刚下来的话 再加上飞机身上有虚弱 她也只能先W 然后是离开这波急火 然后下波再找机会 对 但是如果在下一波团战打起来的时候 风里这边是没有虚弱的 而且对面两个英雄 都是有一个非常高的爆发 跑着风里一个Q Q到两个人 平A 南枪会上吗 还是选择的撤退 6期之前 飞机架安妮很难打得过 这个南枪加风里 但6期之后也不太好击杀 因为你像安妮的话 就是主Q以后 她其实Poke是很强 但是因为有风里的盾 她又很尴尬 但是我觉得安妮这边 她作为一个辅助 应该会一个两级Q 然后一个主W的打法 我们看现在 打野石在这边蹲了 有机会吗 冰倩过来 而且是没有演的 我刚是不是又爆点了 你习惯了吧 那你说如果下次 这样的情况 我们该怎么说 捉迷藏啊 捉迷藏 那下路四个人在打麻将 然后有一个呢 对啊 操他们的局 你这个突然一下子 没有 另外一个字 你懂吗 另外一个字 不是那个字 不是字就是 不要想太歪了 不好意思 是我太不纯洁了 刚刚下路是 退完线之后 选择了回家 然后其实现在双方下路 如果在同时6期打起来的时候 ATT这边是有一个 虚弱的优势的 而且他们的爆发也会比较高 打到现在双方还没有爆发一血 但是小龙却被ADG的打野给偷掉了 你觉得现在双方 双方的打野其实去哪一路都不太好干口 对 所以说你看暴雨一开始就是在刷 然后就是在反野 就没有想到很多很多的去线上去干口 哎 我们又看到现在 银角这边是已经入侵到对面的野区 要去做视野了 他真的很喜欢去游走 对 他有时候他以前有一个弊端 就是他会因为游走而等级很低 然后现在应该是有一定的加强 他现在肯定会游走改观 有了半天又下去了 放了一个眼 然后逼迫对面的风女也过来放了一个眼 他这个风格其实你说起来就有点像MATA 因为MATA是为了做视野看 顺便看有没有机会去游走 所以说他的这个视野和游走率是很高 但是一定要注意等级 现在的打野 基本上在第一次回家之后都会选择 然后去野区步一步视野 再选择要不要去现场或者找一下机会 然后看一下中路摩甘娜在前期的优势 并没有扩大之后 在等级高之后对狐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的 因为狐狸她在改版之后她的一个Q技能是有一个加速的效果 我知道大家要打 上路是抓到了 然后大树这边应该是直接交了闪现之后被对面的皇子给框到 你看这个中路是没有魅惑到 这样的一个大招是破掉了对面的盾 你像刚才那个兵线位置的话很有可能是树精就已经过了河道中了 对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最好最容易干渴到的就是大树 像中路一个摩甘娜有一个魔法护盾 下路的话 风女的大招 还有Q 包括南枪还有卫移 这都不太好干渴 对 两边打野这局又只能在上路做做文章 然后刷野 对 暴女这个英雄刷野的速度 一个大招 配合飞机的一套爆发 一个QQ下一个人 这时候飞机还是有W的会上吗 没有 刚刚烈伯打下来 其实也就看到像 安妮就像飞机这样的一个超强爆发 真的是能够打得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脾气 就只能撤退 没有什么任何反打的机会 除非是打野过来帮忙 下路自己很难爆发人虹 对 像刚才风女大招还没有交 所以说飞机也没有太贸然去W进去 很有可能会被风女反吹 吹到塔底下 就很远 然后安妮就会跟她拉开一个距离 这里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随便说 中路这边 莫甘娜做一个刷子英雄 但是在补刀上还是和阿里有了一点点的差距 感觉有地方可能要斗地主 有地方要斗地主 反正那个挖掘机器也大了 哎呀有个Q Q到了 会闪现加W吗 应该不会 想要配合推波线 然后把对面的塔给耗残 或者推掉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暴女这个英雄在推塔的时候 他的Q真的是让对面很烦啊 Q到了之后就会很伤 然后塔的话又会被耗残 AQ是有大的 AQ直接大过来配合安妮一个闪现 直接把暴女逼出了一个闪现 这个时候风女的一个大招也是缓解了一下 双方还是进行了一波互相的调戏 并没有人头的爆发 AQ刚才本来就在下野区 我还以为她大过来的 她后面只是钻过来的 钻过来 然后一个鸡飞 刚刚安妮也是闪现下来接了一个控制 刚才暴女因为已经在线上就是暴露出来 其实挖掘机它附近就是有洞的话 它随时都可以搭下来 它比较不担心这个点 对 然后在刚刚下路爆发一波团战之后 双方都会选择了一个回家 然后这个时候小龙也已经刷新了 双方的上单都是有传送的 但是大树在这个点闪现还是CD中 主要是看他们现在上单的一个装备 黄子是直接走了一个输出桩 上路 现在黄子不太打得过这个 对他如果走一个输出桩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段 他输出桩又没有成型 然后他肉又肉不起来 就会显得很尴尬 可能更多的是想打一个爆发伤害吧 就到最后打团的时候 那个EQ加大招整个一个伤害 看一下暴女在这边蹲 风女也过来 但是安妮想过来一个眼 还差一个真眼 但是他的位置被发现了 现在都是想在对中下做文章 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小龙 对而且我们看一下 现在挖掘机 是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而且那个对手是比较尴尬 还有机会吗 还有一个EQ 调起来了 然后又是承接到 这样他逃不掉了 直接被挖掘机一个 安全机 挖掘机一个 专注来的一个机飞 配合平A带走 哇这样的话 狐狸是直接被 风力一个闪现盾牌给救了 要不是赶来得及时的话 中路很有可能会爆发单杀 因为这个盾给晚了 阿里只要那个风 那个阿里只要稍微后退一下 等他的技能 赚好一个闪现大招 就会直接死 吸引人好气啊 我差点就单杀 差点让我秀起来 300块都不给我 好过分 直接风力化解的尴尬的局势 其实这个阵容 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情况 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对DK很不利 因为他们现在其实 各个线上的话 就是发育还是比较平均的 对 你说比较肥的点就是打野 先挖掘机两个人头 而且挖掘机 他这个点如果能够肥起来 配合他们的王子 就一个切入 就会伤害非常的高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挖掘机现在不是有削弱过一次 但是他现在好像比以前 更容易拿到人头了 更容易吗 我记得以前就是有一个队伍 就LPL上面 诶 先看一下上路这波 又针对 又针对 然后挖掘机配合王子 应该将一个大招 直接带着我们看一下 刚刚的大树 他是有闪现的 对 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而且他的兵线是比较推前的 在挖掘机出现的一刻 他就已经看到了挖掘机的视野 还是被挑起来 我觉得这样的话 他自己非常的不慎 那打DK的老基本又出来了 全世界都针对我某某的LIMIT 怎么玩 这要怎么玩 很尴尬 刚刚应该是他自己出现的 一个很明显的失误 就很不应该啊 就对面 已经看到对面的挖掘机出现了 还是不选择闪现 就几大错觉 现在的话 下路 想要去用飞机 就是加上安妮 然后先在线上打一些POP以后 再去打爆发会比较好一点 现在很难击杀掉南枪加风驴这个组合 这又要开始日蟹了 那看ADG这里又是 又是要对小龙有所想法 因为他们自己是有一个 就是上一波是拿到小龙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状态 上下小龙是ADG拿的 双方下路 安妮的闪现是 大概还有十秒钟就能赚好 而对面的 风驴的闪现是还有半 有视野看到 这个就不算偷龙了 已经是在对方眼皮底下看 看DK这里会做何反应啊 人已经是包过来 一个风一个Q都比较晚 而且他们应该 他们是有眼的 对是有眼的 在这个点 如果他们提前来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南枪还有一个空大 如果打到的话 有没有 应该是有一点点机会 没有机会没有机会 因为南枪的大招在第二段 伤害会比第一段位稍微弱一点 刚刚直接把安妮打了回家了 然后他们现在下路在推线 其实可以把下路的塔稍微耗掉一点 下路 这局 现在反而是 竖金不太能够打得过这个黄子 对 因为黄子他的基本上 输出桩都已经出一半了 哎呦这个EQ 直接空了 然后一个闪现回去 反而是被 大树直接给绑到 看这个小视苗 还有一个盾 对 哦他很果断啊 黄子在EQ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是他 他被他自己吓到了 然后一看到并没有EQ到 然后直接选择 闪现逃离塔的范围 他在空中的时候 就已经后悔了 对 这局其实ADG还是很稳的 他们就已经是 从小龙这个点出发 只要线上不失误就好了 嗯现在比赛到了17分钟 在经济上 ADG是有差不多2000的优势 小龙上也是有了两条 来到中路 真的被眼看到了 其实他去干渴中路的话 最多就吓一下对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 像莫甘娜这种英雄 真的是选出来 放在中路 基本上 把野球对他没有什么想法了 对 其实你可以拿狐狸去试探一下 他的这个E技能的 这个反应速度 像刚才那个反应速度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你就是 你就是在嘲讽 嘲讽他中路 反应太慢了吗 你这也太黑了吧 没有没有 我后面是哪个队伍 我看一下 我后面是DK 我们看一下现在双方中路的出装 莫甘娜在一个小鬼叔之后 是选择直接中亚 然后狐狸是一个鬼叔之后 做一个大棒 应该会选择一个帽子吧 我觉得 嗯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他们的前排 正是已经够多了 基本上安妮也能算一个前排 因为安妮在他们这个阵容中 他打团的作用就是一个闪现开大 希望他不会打我的脸 哦 这局莫甘娜是 呃 先是点满了Q技能 然后再点满了 呃 再点 W技能 他现在是 呃 四级的W 因为其实莫甘娜的话 三级的W 就好像就可以清完一波兵 一波后 一波后排兵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很多莫甘娜 现在点到三级就先把Q点满 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伤害会够 呃 而且Q他在技能CD会等级高了之后 他的限制时间会比较长 嗯 就到了后面的话 莫甘娜的Q的技能CD就六秒 然后他Q到人之后 就把别人固定三秒钟 对 他是不是考 他拿莫甘娜这个点 没有拿子拉斯 可能也会考虑到整个阵容一个开团点 是不是太依赖树精了 所以说他就决定 用莫甘娜Q的是不是也会方便开团 有个作用吗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 对面这个阵容的位移太多了 而且他的选择 嗯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是在最后两首选的吧 嗯 莫甘娜 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 他最后一首选择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ADDG的阵容 是已经暴露在他们眼前呢 他反正就是没看懂 我知道 我是真的没有看懂他这个选择 嗯 说明我们俩段位还是太低 哈哈 先自黑一下 你要把我拉下水吗 哎 别这样对不对 我好歹 我好歹段位也算还可以 好对不起 是我拉你下水 最近又是都在打韩服 再也没有人问你国服段位是什么了 哈哈哈 是不过上次说了一下我国服传 好像大家都露出一种很不屑的表情 哎我跟你五五开 但是我就打了三十把 加上定位赛一个人就打了三十把 嗯 先解释一下再说 长行给自己推脱 好的 那么现在进行到接近二十分钟 两边其实打的不是特别激烈 主要是ADDG这里有一个小龙的优势 然后他们的这个上野发育的比较好 其他路的话就是偏向于比较刷的一个节奏了 对而且我们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就是ADDG这边拿到三个人头 全都是对面的上单 就小型针对 就是说之前打DK的一个就是日常点就是针对上单 就老套路 就只要碰到DK就去猛针对他们上单 而且我们看到刚刚的ADG这边它是辅助和打野区的对面野区做了一波视野 我们看现在在DK他们这边红buff野区是三个眼直接插 把他们对面所有的动向都基本上给探明了 我又想到昨天OMD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上路人傻前途 他们自己写的吗 自己写的 就自己嘲讽他自己的上路 对 现在比赛到了20分钟 小龙还有50秒刷新 ADG是有一个精确的时间的 这边三个人三缺一想去上路打一波吗 又要针对上单了 感觉好像不太好 但是他们应该也发现了在小龙实践也快刷新了 如果这个时候去打上路的话 应该会在小龙视野的掌控上会被对面给获得 中路应该是在对线上一个烈士 被对面的阿尼给把伊塔给推掉 这样的话他选拨跟他这个点就更让人看不懂了 对他其实推线来说的话也没有太过于兵线特别好啊 或者说怎么样 上路的话已经是完全对不过补刀也是被压了不少 现在黄指的装备一个铁亚马特一个轻语 加上他下一步应该是想做一个樱花刀 这个这一套伤害摸一下后排简直分分中怀孕的节奏 就EQ进去一个位移 然后一个大招也算是一个位移 对就只要EQ进去拍一下在这一个大招 基本上后台就要哭了 嗯 现在小龙也是刷新 ATG这边直接是被对面一个开小龙 想消耗一下他们的血量 嗯 学聪明了没有先开龙 对 先诱惑对方一下 其实我更好是推荐DK战队 他们是要把视野控一下 然后等对面打团的时候 用一个莫甘娜的一个Cue 配合暴女的一个Cue 这样的一个双小号 因为莫甘娜如果能Cue到配合她的W的伤害 一个有一个简魔抗的伤害 加上暴女的一个Cue 能够基本上直接把对面打残 甚至像打安妮这种脆皮 直接打死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她作为一个中单莫甘娜的话 这个伤害也是比较高的 对 而且她的装备也是比较保守 其实我觉得先出一个输出状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前期她们这个阵容 如果真的想跟对面打正面团战的话 是比较吃亏的 风雨有点想回家 但是她又不敢回 她一回对面就直接开了 看一下她 直接开龙了 直接开龙了 莫甘娜的位置是应该 莫甘娜是应该 刚刚去中路清那个兵 是被他们看到了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一个BOSS没有抢到 一个Cue也是通了 还是没有机会 小龙也是有一点尴尬 对 蓝色方她在打大龙上的视野掌头 小龙 小龙 快给你纠正一下 但是我想说她 哦 你说优势是吧 对 她们打大龙的情况下会有一个优势 但是小龙就会比较尴尬 她们要提前做视野 但是如果想提前做视野的话 一定要在前期打出优势 没有优势的话 小龙点就很难争夺了 这个阵容就ADG这个阵容 如果她们在蓝色方在小龙那边是 因为她们每个人都有位移 嗯 这个很好玩 就是她们如果是蓝色方下路包过去 还可以全部都上来 就根本就不怕你 对 而且DK她们这个阵容 就太依靠大树 但是大树她现在这个点 装备 我们看一下她 好惨的 她的装备出装的情况 她想出正义荣耀 她出正义荣耀 直接想做一个 冰心 冰心 其实她把冰心做出来以后 她还是比较 但是对方的话 是飞机和 狐狸 对 飞机狐狸 加上 辅助是一个安妮 AP伤害爆表 而且 而且做了一个绿甲 哇 绿甲这个装备比较少些 嗯 主要是她自己有一个回血 然后回复会比较快 而且对方的话 有Poke 像暴泥加 刚刚暴泥加摩甘娜这种 她也可以去承受一下 这个Poke的伤害 我觉得 朱镜这身装备主要考虑到 还有一点就是她对线皇子 对 她对线皇子的话 如果她 够早的出一个魔抗装 而且现在 副甲装会比魔抗装更好跌 不觉得吗 如果魔抗跌很高的话 你要法师怎么活 因为你说AD都是靠平A来输出 然后法师就靠打那一套 全靠技能 对啊 就靠打那一套中间还要隔很长时间 你说魔抗堆很高 你让法师怎么活 哎我们来看一下ADG这边中也是已经开始游走了 进攻一下对面的红buff 这个时候如果双方 如果说稍微不谨慎被对面的摩甘娜Q到的话 ADG这边是比较吃亏的 嗯 还是选择了撤退稳一点 下路等级高之后是完全被ADG给有一个碾压的情况感觉 就冰线就完全退不过去了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四个人的动向 挖掘机是已经过来的 下路好危险 看到了视野会守塔吗 这个塔放掉吧 直接放掉会比较好 完全没有守的必要 对这个血线也很低 感觉DK现在好像很难打开这个局面 对 现在比赛到了25分30秒 在塔的争夺上 ADG是有一个领先 而且经济上是有将近 将近快5000块了 看一下双方的装备吧 你觉得经济上 上单皇子是有一个很大的领先 然后在打野上其实差不多 看现在上单的 王子是领先对面的大数 将近有2600块2700块 然后打野的话 对打野的话也是ADG这边有600块的领先 中路的话差不多 辅助和AD也是差不多 下路基本上都是比较平均的一点 主要是就是上野 就因为爆发了太多的这个抓人的次数 上路被针对太惨 明明都已经玩竖精了 你还要这么针对 真的是 其实竖精这个英雄他比较好推现 因为他的技能全是LO技能 对而且 我们来看一下 又要针对上路 其实竖精这个点 强杀他也有点困难 如果说塔下强杀的话 就肯定困难 他的W那一瞬间是无敌的 而且他的大招也能够增加一下他的受伤害量 减少 碰到了一个大招 配合阿里过来一套直接带走 刚刚那个情况就非常的果断 第一眼就直接一个大招 Q到了有机会吗 黄指这时候也赶过来 阿里一个闪现1 他刚刚非常果断 他闪现1到了暴女 然后直接配合黄指带走对面 这种就是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死了 对对对 就是疯女那个情况就是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死了 因为爆发很高 就那个控制技能嘛 对 而且疯女就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被 他什么技能都没有放 闪剑也没有交大招也没有交 虚弱也没有交 一瞬间秒杀 然后四个人是决定来推一下中塔 这样的话在塔树上已经有了四座的领先 对 经济主要就集中在现在就是塔核人头 对 打野的话 双方打野 200-1-0 打野和上单真的是差距比较大 经济上 这局的话 爆女前期其实他也很难带起节奏 因为各个现场都很难抓 对 有些无力先改了以后 其实他前面在干壳上路的时候是很有机会的 他的第一个Q空了 第二个Q也空了 第二个Q又空了 然后他就不再去上路了 就很尴尬 就他的伤害阶段基本上靠一个远程Q 然后配合他W过去 对 他Q空了之后 他的W也没有一个位移上的加成 现在唯一就是只能说 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莫甘娜的Q衔接爆女的这个来进行爆 一个QQ到了 安妮会过去晕一下吗 等我等我等我 跟她说等我 帽子 这个正面打团是打不过的 很难打得过 我看到一个很调皮的现象 什么 就黄子刚刚一Q下来 但旗子会被看到 看到旗子了 但是风气好像没有多反应 先打了 这个大招 哇这个伤害简直爆表一个大招一个平A加上一个铁码 他一个Q 直接带走 这就是 伤害爆炸 出黄子的一个厉害 你看这黄子要出无尽 哦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以前就有人说过 对他是出无尽黄子 中路又打起来了 挖掘机 黄子一个闪现 一是被吹走 但是并没有效果 安妮这个时候是被对面的莫甘娜大到 莫甘娜这大招很不错 看一下在前方战场上挖掘机真是太热了 对面就根本上打不到 就打他没有什么任何伤害啊 对 因为对面的主力输出就是一个AP 其实莫甘娜刚刚大招很好了 对 就限制了一下对面的对手 对 但是还是装备差距太大了吧 而且他对面的打野这个装备也是 就很烦 就对面的大处也是AP 然后中路也是AP 在篮枪被秒的情况下 就全剩下AP 就打不动他 这样他还有一个回血 我都差点忘了瑞的无尽黄子 他直接拿出来我才突然想到 真的想起来 你把我瑞文搬了我就来一个黄子 对而且还是出无尽的黄子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我感觉他现在这个装备的伤害 EQ进去一个平A加上一个提亚马特 就爆炸了 而且底下如果爆击的话 提亚马特都不用按 就是直接 刚才那个大招框进去A一下 然后那个南枪的血 就完全是刷刷一下就掉了 然后再一下爆击就完了 现在 还吃了幽梦 给不给活路 完全不给你活路 就算你有位移技能 我跟的一个平A也能带走你 对 而且刚刚 蓝枪 他是有回血 他是知道黄子在附近 而且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不太谨慎 因为他经过了这个旗子 他可能没太注意看 对 而且他刚刚是有闪现加上回血的 他两个召唤世界都没有放 就直接被秒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跟刚刚蜂女一样 就毕竟是同在下路 两个人死法都是一样的 但是刚刚的黄子是并没有挑起他 对 直接是大招框过去的 看到他直接就框大招过去 然后一下平A 看一下现在双方经济 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八千多的经济 在三十分钟 现在这个版本八千多 真的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 诶 莫甘拉 狐利一个大招 魅惑到 这边战场上 黄子一个大招是开启了团战 看一下双方飞机的输出 一个炮 然后被对面的闪天给躲掉 这样的话这一波团战打下来 还是一个完全装备上的碾压 黄子是进去吃了第一波伤害 但是黄子还是比较脆的 反而是安妮过来想接一下控制 是被对面给带走 这样的话高地塔也是没有什么悬念 对 而且我们看到刚刚阿妮她的那个小操作是非常溜 你有看到吗 嗯 她就一个大招过来 我光看黄子序了 她再一个大招 她再一个大招一个W 把对面莫甘娜的盾给打破了 再选择一个E 而且莫甘娜的话她的盾的等级就是比较低 嗯 而且她盾很薄 不知道为什么 就其实很厚嘛 对 因为她是一个AP莫甘娜 AP莫甘娜她的盾的 那个抵挡伤害应该是会比较一个可观的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她的盾就感觉好薄 是因为对方的伤害太高的原因 对阿妮刚刚已经做出了一个帽子 加上她应该是在回家之后才有一个中央 刚刚应该是一个帽子 我也没有太关注她的装备 要不要放个真眼 要不要差哪里 打到现在来说 这一把DK她如果想翻盘的话 就还是你说的那种方法 只有那种方法 但是对方根本不给你任何Poke的机会 我什么方法 就是莫甘娜加那个暴女的Poke 对莫甘娜一个Q 然后加上暴女一个Q 打一个Poke 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在AD她这边的阵容 一个皇子 然后一个挖掘机 一个暗鸣 就是全是强开的 中路的狐狸也可以做一个强开 对 现在ADG过来做一下大龙的视野 对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只敢五个人一起过去做视野 你单单一个人过去的话 很容易被对面给秒掉 另外的现在才开始做磨抗装 现在做磨抗装 对面的装备都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不管是AP还是AD 飞机这边也是一个三项 加上银鞋 轻女 加上一个AP鞋 我觉得现在打到现在这个点 你来帮DK来找一下 他们如果想顺利 翻盘点吗 暴女啊 我真的觉得就只有暴女了 但是我们看暴女的装备 出了一个冰拳 因为男枪的输出环境太差了 皇子绝对是无脑去跟她 如果她稍微有点装备的话 暴女她是一个冰拳出装 然后她现在也是被迫要去出一个魔抗 我之前有看过就是国服有冰拳鬼叔暴女 我也有见过这样暴女 为什么现在暴女出冰拳 我很奇怪 现在好多暴女都出冰拳了 因为暴女她出一个冰拳的情况下 她在Q到人之后 她一个W有一个位移上的加成 她在W到人之后一个EQ 伤害更高吗 这种爆发 也不能说伤害更高吧 就是能够连到别人 一个W反而被对面的一个E道 耗掉了一半血 但是这个情况应该是对阿黎更 消息更不好一点 因为她她们这边是没有任何回血的 现在这个装备容错率比较高 对小龙也是在一分钟之后就会刷新 现在差不多ADG已经是 四条小龙 这局要打到神龙啊 但是这个神龙还是蛮快的 因为前期会比较无聊 大家都在发育 但是后面的话 就是抱团的时机会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ADG这把会打得稍微太稳了一点 就挺稳的 不像他们以前打那么暴力 可能因为搭配到新人 要照顾一下整个比赛的节奏 新人表现这么好 以后和韩国中单到底谁上了 说到以前 他们在之前比赛的一个中单 然后他们的那个经理三少就一直跟我夸奖他 就说他们那个中单 是在OGN没有签约选手中最强的 他都没有说最强之一 他直接说最强的 然后号称民间小faker 对 就是说一个没有出名的faker 嗯 这时候小龙一直刷新的 ADG这边是直接选择一个开小龙 然后阿里在上面的草丛埋伏 这里话 这相当于是 大龙小龙不坏吗 其实可以 肯定不会 我们看一下 DK他们这边自拍了 他想快速地挖起掉大龙 我觉得没有20秒 基本上 这是五龙了吗 四龙 四龙 因为刚才我看就是四龙 五龙了五龙了 五龙了五龙了 这跟的比较慢 这个时候 一个大招 直接开启了团战 配合阿里过来 然后挖局的一个闪现 逼掉对面一个人 这样的话 这波团战完全就是一个 DK的一个溃败啊 就算 凤里一个大招 能够缓解一下 几乎凤里大招开出来 队友也是被秒杀 嗯 因为伤害其实太大了 一个闪现大招 我拍了一下这个伤害 闪现大招一个平A子 浪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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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看了ADG 终于打得有点上头了 嗯 这样的话 那我们恭喜ADG 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没有什么悬念 这边还是要 涂一下拳吗 不太道德啊 不太道德 还好就是只是 败下人品 嗯